画面中看到的这个icon就是Wordishunair 一下就可以进入我们的一个翻译的画面 它是一个集市集义集搜寻的 那它可以编语式支援非常多国的语系 比如说今天我到了欧洲玩 我是自助旅行 我不认得路 可以选择法文 转繁体中文 看到了路标不认得路 我就对准它 我不需要拍照 瞄准它就可以直接做翻译 原来上面这个路标是指什么呢 原来是指加油站 就像这样 我要发音我就听听的点一下 有没有听到 这就是法文汽油的意思哦 就可以这样轻松的完成我的旅程 那旅行的人都知道 我们常常会遇到什么 到餐厅要去吃当地美食 比如说现在我到了日本来玩 我要买当地的一个美食 直接对准它 我要点的菜 迷你 沙拉 那它里头内容物有什么呢 金枪鱼 那如果我需要知道它更详细的资讯 比如它到底长什么样子 料理起来好不好吃 很简单 点一下这是什么 Google 所有的搜寻连结通通都列在这里头 那如果你想要了解这种动物 比较详细的介绍 一样可以看到什么 维基百科全书 这边有图片 界门钢木科属种 通通都列在这个里头 那如果今天我想要知道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有没有影片可以参考呢 我们一样提供您YouTube的搜寻 非常的实用 非常的简单 所以你在国外旅游的时候 你也通通都不用担心 针对语言学习的部分呢 我Dictionary也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应用选择载图的功能 比如说我透过相机就可以随手把我想要学习的英文杂志或者是原文书或者是报纸 直接做一个拍摄的动作 然后呢我就可以利用搭公车啊或者是坐捷运的时间呢来做一个随身的学习 每个单字我都可以直接点就可以直接做查询 比如说像CPU我想要知道它的详细解释 我就可以进来到这个地方 看完它的一个详细的说明之后呢 甚至再搭配它的维基百科跟YouTube 一样来做一个更深入的学习